作者 玉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二百二十三集 麒麟族封印 玉宁某本能地抬起头看着她 你 小丫头 脾气还不小 沈醉欢轻轻地笑了笑 脸上的温和绝对不是假的 平常不都是这样的吗 怎么这次还急眼了 怎么着 现在看我不顺眼了 就不爱跟我斗嘴了 才不是 我才没有 玉宁某忽然低声叫了起来 并且有些激动地狠狠搂住了她 我是担心你的伤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噓 沈醉欢笑笑轻轻捂住了她的嘴 不要说 一定不要说知道吗 刚才楚寒征 就是来问我这件事情 我不肯告诉她 她才要隐形逼供的 玉宁某愣了一下 跟着拿开了她的手 这么说 王妃已经开始怀疑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沈醉欢笑笑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死不认账了 你也记住 千万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知道吗 现在我和蓝叶云 当然是没问题 就怕你们扛不住 玉宁某轻轻咬了咬牙 可是 你们怎么办 难道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或许是有的 沈醉欢摸着下巴 一本正经地说着 不过 不等玉宁某脸上的惊喜 完全绽开 她又兜头 给她浇了一盆冷水 只不过 还没找到而已 玉宁某越发忍不住咬牙 一拳 锤在了她的肩头 你就气我吧 早晚死在你前头 我就可以省心了 沈醉欢将脸 埋在她的肩头 闷闷地笑出了声 你死在我前头怎么可以 我找谁打架斗嘴去 那可是一份旁人 不可替代的乐趣 玉宁某虽然不曾再说什么 眼中却浮现出 一抹淡淡的甜蜜 很快 却又被一股浓烈的悲伤 盖了过去 虽然此行 没能让沈醉欢说出实话 却印证了楚寒征的猜测 他们的伤 的确没有他们说得那么简单 但到底复杂到怎样的程度 一时之间 她还真的考虑不到 探口气推开房门 一脚踏进房中 才发现蓝叶云 就邪倚在床头 正目光炯炯地看着她 不舒服吗 楚寒征愣了一下 你不是说内急吗 怎么会去了那么久 蓝叶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楚寒征挠了挠头 没有 就是顺便去别处逛了逛 只不过逛到沈醉欢的房间里去了而已 所以我也不算骗你 蓝叶云点头 没事就好 还以为你怎么了 正打算出去找你呢 着实牵挂她的伤势 楚寒征原本想再问问蓝叶云 但是看到她的眼睛 她便果断放弃了这个打算 没用的 这家伙根本比沈醉欢还难对付 绝对的油盐不尽 还是找机会 再从沈醉欢身上下手吧 或者苍莫他们肯定知道些什么 当下两人不再多话 相拥着歇歇了片刻 眼看夜色已经深沉 才悄无声息地化整为零 各自离开了客栈 继续向前行进 蓝叶云等三人是第一批处罚的 离开小镇来到郊外 路上更是看不到一个行人 苍莫便赶着马车一路急迟 很快便离开小镇越发远了 瞧瞧四周是一片荒野 苍莫喝止了马儿 王爷 王妃 前面是个岔路口 是否等等他们 蓝叶云答应一声 好 不多时便听到一阵 嘚嘚的马蹄声响 苍莫回头看了看 是北宫若站的马车 来到近前 负责赶车的北宫若晨 冲着苍莫含笑点头 苍莫大哥 苍莫含笑回礼 嗯 你们来得倒挺快啊 北宫若站突然推开车门 跳下车来 夜色下眼中闪烁着幽冷的光芒 明晚 蓝叶云下了车 神情十分平静 怎么了 北宫若站静静地看着他 片刻之后才重新开口 关于麒麟族封印之事 宁王能否不吝刺脚 若能 大恩大德莫尺不忘 来日必将报答 否则我兄弟二人 也不好在死皮赖领地跟着宁王 以免为各位带来麻烦 蓝叶云纯献一宁 关于麒麟族封印 你又知道多少 很少 北宫若站摇头 眼底深处略过一抹深沉的恨意 幸好 借着夜色的掩护 不亦为人察觉 麒麟族封印跟凤族封印不同 凤族封印只有六百年 我们的封印 却已经有几千年 除了知道封印所在的大体方位 其余的 我几乎一无所知 蓝叶云点头 你所说的大体方位 指的是安陵古城吗 安陵古城便是当年 麒麟国的都城所在 将封印设在皇城 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 封印麒麟族的力量 好令其世世代代 心甘情愿为奴 安陵古城 显然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几千年 骤然提及 却令北宫兄弟 心中翻卷起了一股 难以言喻的震撼 什么时候才能带领 所有麒麟族人 回到那片乐土 从此再也不必过着那种 泡在血泪之中的日子 虽然同为麒麟族 王族的后裔 且是一母同胞的 亲生兄弟 北宫若战的承受力 却明显比北宫若晨 强得多 不过是片刻之后 他已恢复了表面的 冷酷镇定 不错 正是安陵古城 到目前为止 我只知道封印 设在安陵古城 但是究竟在哪个方位 如何破除 我还一无所知 蓝叶云沉吟着 居然并不隐瞒 我所知道的 并不比你多多少 不过有一点 我可以告诉你 虽然封印设在安陵古城 但是如果要破除封印 却不能从安陵古城下手 北宫若战脸上 立刻犯起明显的疑惑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虽然封印在安陵古城的某一处 但是要破除封印 却必须从另一处下手 蓝叶云回答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一直守在安陵古城 那是到死 也找不到破除封印的法子的 北宫若战明显有些意外 还有这种事 我一直以为 那封印就像机关一样 只要找到并且打开 就可以破除 蓝叶云淡淡地笑了笑 哼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 你以为 麒麟族为何工人去世这么多年 难道他们不想恢复自由 重见天日吗 北宫若战咬了咬牙 那么 破除封印 该从何处下手 宁王是否知道 这一次 蓝叶云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或许当年龙族统治者 要麒麟族施代为奴使 就没有想过再还给他们的自由 所以并不曾留下什么确切的记载 交给我们破除封印的法子 北宫若战眼中的希望 迅速暗淡下去 倒是那抹恨意远发浓烈了 虽然那恨意并不是针对蓝叶云 连蓝叶云都不知道 那么接下来 他们该何去何从 原本以为 只要直接赶往安陵古城 破除封印 便大有希望 可是 如今天下之大 谁知道哪一处 才是他们的希望之所在 看他一眼 蓝叶云接着说道 当然 我也不是一无所知 所以不妨再告诉你一点 虽然破除封印 不能从安陵古城下手 但你们却必须先往安陵古城一行 听他说得如此肯定 北宫若战眼中的希望 又稍稍燃起了一丝丝 为什么 蓝叶云微微一笑 因为你们只有先找到封印 才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线索 从而知道 破除封印 应该赶往何处 北宫若战瞬间惊喜不已 真的 至少凤族所存不多的上古典籍中 是这样记载的 蓝叶云点了点头 如果记载有误 那也不算我骗了你 只能说是先祖骗了我 哥 那我们赶快去安陵古城吧 北宫若晨自是兴奋不已 抓着他的胳膊急声说着 你是麒麟王族之血的传人 一定可以破除封印的 可是到了此时 北宫若战 反而并不急着赶路了 看着蓝叶云始终宁静如水的样子 他眼中的冷酷尖锐 又开始缓缓凝聚 明王刚才所说 是真的吧 蓝叶云挑了挑唇 骗你有糖吃吗 还是现在讨好你有什么用处吗 所以我不懂 你为何帮我 北宫若战微微冷笑 倒是丝毫不怕惹怒这位凤族之王 你是凤族之王 注定要夺回天下 难道你不希望称霸之后 继续奴役麒麟族人 供你们使唤吗 这一点你多虑了 苍莫笑笑 代替蓝叶云开了口 我们王爷曾经说过 将来夺回天下之后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废除麒麟奴制度 还你们自由身 北宫若战结结实实地愣了一下 什么 你没有听错 我也可以作证 楚汉征上前几步 含笑开口 众生平等 谁也不比谁高贵 为何麒麟族人就得注定世代为奴 这当然不公平 本该废除 看着面前的这三个人 北宫若战一时有些无言 虽然从他本心来说 绝不相信竟然会有这样的好事 落到麒麟族的头上 但是他们的目光是那么地清澈 清澈到宛如不掺杂志的山泉水 根本藏不得丝毫无垢 一个有这样的目光的人 说出来的话你会不相信吗 更何况 诚如蓝叶云所说 讨好他有什么用 他如今不过是个下贱的麒麟奴而已 你们现在就可赶往安岭古城 见他一直沉默 蓝叶云也不再赌咒发誓 你毕竟是麒麟王族后裔 何况以你的聪明才智 一定可以找到线索 破除封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